相隔七年之久 星球崛起系列再次推出最新立作《亡国诞生》 但从时间线上来看 与其说这部电影是星球崛起4 不如说是一次挂着续集迷的软重启 这也是本片上映前备受质疑的主要原因 在前三部曲完成讲述凯撒如何带领原族崛起 并追踪为这个伟大领袖书写近乎完美的结局后 这个系列是否还有必要换个主角再出续集 又能否在三部曲的基础上再创高峰呢? 在看完电影后我们必须说 《亡国诞生》的表现确实有些出乎预料 本来以为剧情只会像预告演示的一样 下一部发生在地球上的阿凡达故事 只是换成原族为了弱小人类共同对抗残忍暴君 但这集并没有将重心完全放在对抗压迫的过程 反而花了许多篇幅带领观众 重新认识这个兼具失落与创新的独特世界观 结尾通过原族诺亚和人类梅伊的思想辨证 将故事合计从三部曲的种族冲突 上升到了两个文明的纯续议题 也浅移默化地加入许多致敬旧部曲和前三集的元素 但显示的世界观既是本片的最大特色 却也可能是让部分观众最失去耐心 而让剧情缺乏张力的安排 究竟这部《皇国诞生》算不上一部合格的重启续作呢? 就让我们透过与系列前几集的对比来好好分析一下吧! 已经忘记前三集故事的朋友 也可以先去看看我们之前做的《星球绝起》系列完整回顾哦!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款 简单上手又功能全面的好用APP Hello Voice 如果你对录音总是难以上手 身边又刚好没有适合的环境与设备 那么这个APP 绝对能帮助你事半功倍 只要把文稿输入APP 并选择自己想要的音色 就能马上升成对应的语音音档 内建的音色选择就已经非常多 从知名人物到游戏人物 再到各种搞笑角色 可说是应有尽有 切换语言还有更多不同的惊喜 如果没有想要的音色 或想要用自己的声音也不用担心 Hello Voice也有提供非常完整的客制化服务 现前还可以选择多人配音 直线一场想都没想过的游戏就报销对话 不论是想自创新格还是二创名音都很方便哦! 另外如果有翻唱需求 Hello Voice也提供多位歌手音色任君挑选 想要让动画角色和外国歌手唱中文歌 也完全不是问题 心动的话不妨点选画面QQ扣 或字顶留言连接下载 让声音不再是创作的限制 而是发挥创意的亮点吧! 故事距离上集终极决战 直接跳转了300年 人类是会在原流感退化病毒的肆虐后 如今只剩下断圆残壁的钢铁遗迹 仅存人类退化成失去智力的野兽 而在凯撒带领下 远离人类定居丛林的原族 则在这段期间各自发展出了独特的士族文化 出身老鹰士族的少年诺亚 正准备迎接成年里养育自己的老鹰伙伴 但在典礼前夜 一个人类女孩违随诺亚闯入部落 导致追捕女孩的原类外族大举入侵 不仅家人被大火烧毁 其余的族人也都被俘虏为奴 逃过疫情的诺亚 为了实现与王父的约定 穿过被睡进去的铁路隧道 踏上拯救族人与重建士族的旅程 并在途中结识了红毛星星拉卡 以及当初遇到的人类女孩梅依 在拉卡的直角下 诺亚才提认到 自己对原类的历史和外在世界一无所知 几经波浙塞海终于见到入侵自己家园 在海岸边建立新兴国度的暴君 普希马斯 普希马斯想要的 正是人类遗留在海边地表内的 大量知识与科技技术 而能打开地表大门的关键 就掌握在依旧还有智慧的梅伊身上 诺亚的冒险 明显这件1968年系列开餐作 浩劫余生主角泰勒的遭遇 刚执行完任务的太空人泰勒 在准备返航地球时 因为自动导航故障 迫降到一颗陌生星球 他与仅存的两位伙伴 立即一番探索后 发现这竟然是一个由原类统治的星球 反而人类才是没有智慧的野兽 泰勒在人类科技家夫妻 智瑞和考尼斯的帮助下 与杰斯的女性奴隶诺法 一起逃向人园禁区 但映入他们眼脸的 忽然是曾经美国的象征 自有女神像 泰勒这才明白 原来这里根本不是什么未知星球 而是2000年后的未来地球 普希玛斯手下追捕人类时 用网子套出目标拖行的镜头 以及诺亚一行人渡河前 在岸边看到的X型稻草人 都完美还原了浩杰余生中的设计 这个双手被绑在支架上的动作 也是凯撒在第三集 被上下麦卡洛杀鸡颈头时的刑罚 暗示了危机即将来临 诺亚像是泰勒 因为图如其来的意外被迫踏上旅程 并在过程中发现世界的真相和过去的历史 但两部电影所想探导的核心命题 却完全不同 浩杰余生的重点在于 不同物种的文明程度对调 会发生什么事 也就是星球崛起三部曲的故事脉络 王国单身着延续这个假设 探索失落的高等文明 和崛起的低等文明间的竞争关系 其中原族对待人类还有智慧的态度 就形成鲜明对比 浩杰余生中的原族科学家战士 在发现主角泰勒一行是有智慧的人类时 第一时间想的不是研究或对话 而是直接做手术摧毁他们的大脑 避免其他原族发现 他们曾是人类奴隶的成像 而在王国诞生 普希马斯都疯狂迷恋罗马历史与人类科技 普希马斯坚信 可以透过研究人类文明 让原族迎来技术爆炸 因此不惜努力其他同类也要打开地宝大门 这也正是没意和其他上存理智的人类最担心的状况 如果原族获得跟人类一样的科技实力 那么如今势单绿薄的人类文明 将只有毁灭意图 除了还没有真正克服原油感病毒以外 这才是电影中明明还有人类幸存 却甘愿隐藏行踪的根本原因 就像浩杰余生结尾 在安博士命令封锁通往人类古文明的洞穴 被科学家夫妇质问时的回答 因为曾经的人类 就是在科技快速发展 但支援日渐匮乏的情况下爆发战争 导致所有文明覆灭归零 甚至连欲求都被炸毁 所以原族宁可科技停滞 也不愿重蹈人类的覆辙 两个文明互相猜疑的不信任关系 也让人不禁连想到了 三体中最知名的黑暗森林法则 一个文明不能判断另外一个文明 是善还是恶 同样的 一个文明也不能判断对方 认为自己是善还是恶 因为每个文明的首要任务 都是在这个资源有限的环境生存下去 但讽刺的是 纵观整部电影 不论是正直单纯的诺亚 还是野性勃勃的普希马斯 原族重蹈大尾 其实都没说过一句谎言 反而是靠着为普希马斯 讲历史苟活的崔维顿 和利昂诺亚达成目的的梅意 都先把对方当成恶的一方 不断说谎 当然站在角色立场 他们会这么做也情有可原 但就电影想探究的道德问题来看 先下手为常的不信任 正式导致第二集 黎明的禁忌 人类和原族再度爆发冲突的根本原因 与之相对的是第一次见面 就对梅意释出善意的拉卡 不仅给了梅意食物和衣服 也将它取名为 Nova 这个名字不只是好奇余生中 陪伴泰勒的女野人 更是在终极决战中 因为病毒失去智慧 被红毛星星Morris收留的小女孩 凯撒在她的帮助下 才奇迹式的活了下来 拉卡之所以给梅意这个名字 正是希望她像曾经的Nova一样 是个不计种族隔阂 可以和原族共存的人类 而这样的精神 正是拉卡待在脖子上 之后传给诺亚 又由诺亚最后交给梅意图腾的 真正含义 这个图案 不只是凯撒被科学家威尔 收养时阁楼房间的窗户 更安喻了凯撒的 几个阶段的心态转变 当她被关入收入所时 在墙上第一次画下这个图案 代表的是 她还无法分辨自己是人类还是人缘 而在她认清现实 知道人心险恶后 插去这个图案 则象征着她选择成为原族 而不是人类 但当她被布下科巴背叛 了解原族也像人类一样 有好有坏后 这时画在巴士玻璃 号召同伴的图案 才是真正意义上 凯撒建构的完整信条 即拉卡告诉诺亚的 原族可以和人类和平共处 原族必须团结才会强大 所以当诺亚最后问梅意 难道要我们重回捞笼 两个种族才能和平共处吗 这个问题背后 代表是诺亚拒绝透过模仿人类 变得像捕西马斯一样不择手段 而是要遵循凯撒的教会 开创真正为群体着想的道路 至于最后梅意接下图灯后 是否会为人类带来改变的契机 就是续集埋下的伏笔了 因此表面上看《亡国诞生》是一部反抗极权暴政的冒险电影 事实上却将故事上升到了关于文明生存的哲学议题 同时画面沉浸和立场感也更上层楼 维塔所以再次交出了极大层的技术实力 不只用了当初制作上诺斯开发的脸部建模技术 让角色情绪和心境转折都更加贴近真实 还透过AI运算让面部细节和皮肤纹理更加鲜活 其中更有些角色完全是由电脑生成 不用像前三集一样 几乎所有人员都需要实际演员演出 另外在阿法塔水之道颠覆一些认知的水特效技术 也在《亡国诞生》中被大量运用 包括电影中段湍急的河水和最后汹涌的浪潮 甚至是淹没地堡不断上升的致命危机 全都是程式通过运算自动生成的画面 光影效果和毛髮细节也做到近乎以假乱真的程度 光论画面精致度和真实感 就已经达到足以媲美 甚至是超越阿凡达水之道的程度了 此外本片在音效细节处理也同样令人惊艳 光是透过急出的风声和热速的摩擦声响 就让人生力气地感受诺雅的内心彷徨和孤独感 再加上曾指导过《移动民宫三部曲》的导演威斯博 在动态的镜头语言和节奏保空上 都交出部署的表现 让整部电影的视听体验十分流畅和震撼无比 然而 尽管《王国诞生》在剧情含影和画面处理 都交出了成先起后 完全不愧对前三部曲的优秀成绩 但剧情部分却出现一个致命的问题 也就是剧情比重的严重失衡 片名《星球崛起》《王国诞生》 和预告都让人以为电影的重心会放在诺雅、普希马斯和梅伊三者 对种族不同理解的立场冲突 但电影前半段却花了大量篇幅描绘老鹰士族的生活细节 以及拉卡重新教育诺雅的过程 导致本开始最大高手的对抗普希马斯桥段 反倒成为本片刻画最薄弱的部分 当然不是不能理解会这样安排 是要让观众复习世界观和铺成新主角的故事背景 但叙事手法上明显可以做得更有效率 像是《星球崛起》开场短短20分钟 就让观众了解凯撒的身世 原族进化的契机 以及动物保育和制药利益之间的冲突 甚至用了一个简单的爬树转场 就让凯撒直接从小孩成长为青年 而这些元素也呼应了后续凯撒的身份认同 原流感病毒来源 以及他带领族人崛起的动机 爬树更是三部曲最完美的首尾呼应伏笔 比起《星球崛起》的环环相扣 亡国诞生成处处充满割裂感 仿佛将电影前中后 切成了几乎独立的三个事件 也因此衍生出了一些明显的剧情漏洞 像是梅依根本没有必要一直跟着诺雅 一直生活在威胁的她 为何会这么清楚地堡的结构呢 又是如何找到其他幸存的人类 最后的反抗计划更是充满槽点 先不说有没有时间让诺雅带领族人逃跑 光是没有其他同伴在外面接应 就是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 与其这样安排 倒不然诺雅在寻找族人后不久 就直接跟梅依被俘虏到原族王国 而想为父亲报仇的她 却反而被普希马斯说服 差点变成打手时 拉卡出现了 告诉诺雅关于凯撒的真相 并带给她目睹王国区分种族阶级 与奴役人类的黑暗面 同时躲在暗处观察他们的梅依 也向他们透露自己会说话 以及地宝的秘密 诺雅这才下定决心 带领族人脱离暴政 对抗普希马斯 另外设定让诺雅对凯撒一无所知 也是个败笔 因为就逻辑上来说 视凯撒为旧世主的原族 应该不会完全忘记她 更有可能的是原族在这300年内 爆发内部矛盾 老英世主遵循凯撒 原族不杀原族的教条 才决定过着隔绝外界的生活 这也与普希马斯利用凯撒的另一个教条 原族团结强大 作为精神口号 形成像是不同理解的宗教教派 而诺雅在拉卡的教导下 则学习到了最后一个失传的教条 原族可以和人类和平共处 就像是基督教中的三位议题 和梅伊最后对话后 真正理解凯撒三个教条的诺雅 才真正成为代言原族走向未来的耶稣 然而王国诞生结局给人的感觉 诺雅真正传承的不是凯撒的思想 而是老英世主的传统 难以说服观众 他是凯撒的正统继承人 导致整部电影与其说是诺雅上位 真正带给族群希望的 反而是人类眉衣 所以讽刺的是 这部电影既不是星球崛起 也没有王国诞生 王国直接没了 但尽管这么说 我们依然会给这部续作一个及格的分数 因为就故事意义和画面表现来看 这部王国诞生 还是有抓到系列的核心精神 只是在主角没有太多魅力 结尾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 令人期待悬念的情况下 要像导演所说的一样 拍成新三部曲 我想还是有不晓的难度吧 关于这部电影有其他想法或感想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也欢迎分享你最喜欢哪一集 星球崛起和喜欢的原因 下部影片我们将会回顾 疯狂麦斯的系列发展史 告诉你乔治米勒 是怎么成为好莱坞最狂导演 前一集愤怒到 又是如何成为近十年最佳动作片的真正原因 想看更多精彩的影视解析 也欢迎点选结尾的播放清单继续观看 那么下部影片很快就来 就让我们不见不散啦 如果你觉得我做得不错的话 请帮我按赞和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哦 电影不只是娱乐 也是各式人生的缩影 它来去之间 总会有个画面 令你驻足 欢迎各位爱电影 爱人生的朋友 来与我们一同学习 这门平凡且伟大的艺术 电影学 学电影 我们下回再见咯